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菲律賓總統向中共宣戰 錄音瘋傳 輿論炸鍋 中共最高指示來了 激戰美國TikTok或粉身碎骨 王陵審判 江蘇法院被曝偽造簽名 虛假送達 好戲就要開場 這次美國隊伍軍員亮點太多了 觀眾朋友好 今天是4月25日 星期四 亞洲時間星期五 請您多多支持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讓我們一起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菲律賓總統向中共宣戰 錄音瘋傳 輿論炸鍋 在第19屆西太平洋海軍論壇年會上 中共上將張友俠公開要求菲律賓和美國停止干預中國南海事務 緊接著 互聯網上流傳了一段聲稱來自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的錄音 其中他威脅要對中共在南海的行動 採取軍事行動 菲律賓總統辦公室隨後聲明 這段錄音是偽造的 並呼籲公眾不要相信這些謠言 此外 錄音還包括小馬克思聲稱 如中共攻擊菲律賓 飛軍將採取行動 保護民眾 免受中共傷害 同時 還有視頻顯示中共海警船在南海的活動 意圖塑造菲律賓對中共宣戰的形象 面對這種情況 菲律賓政府正在與多個機構合作 努力遏制假錄音和視頻的傳播 這些事件發生在菲律賓與中共在南海主權問題上頻繁發生衝突的背景下 兩國關係緊張 最近 南海已成為美非與中國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高風險區 一些美國學者認為 美中之間的主要衝突點已從台海轉向南海 菲律賓政府呼籲民眾提高對假信息的警覺 積極揭露以打擊虛假信息 政府官員戴亞德‧維拉指出 這不是第一次有關小馬克思的深度偽造視頻出現 但此次的內容與以往截然不同 中共最高指示來了 激戰美國 TikTok或粉身碎骨 拜登24日簽署法案 將迫使字節跳動公司出售TikTok的美國業務 否則TikTok可能在全美騷禁用 在總統拜登簽署懲罰後 TikTok出售的最後期限定為明年1月19日 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之前曾表示 1.7億的美國人平均每人90分鐘在TikTok 這要美國提供共產黨一個強大的宣傳工具 以及竊取1.7億美國人個人數據的能力 這是一個國安風險 路透25日引述4名知行者報導 如果TikTok用盡任何法律手段 也沒辦法阻止美國立法 阻止其進入美國應用程序商店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 寧願收掉 也不願賣掉 美國學者吳佐萊評論認為 這是習近平給TikTok的最高指示 因為法罪 不畏預權 不與美國妥協 利用美國法律討要公道 利用美國用戶討伐政府 如果被美國收購 就會對美國有利 共產黨參與養肥的豬 必須聽黨的話 按最高指示辦事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TikTok和華為‧芬太尼一樣 是中共對美國的另類戰爭 是中共的國之重器 之前 習近平就親自指揮 親自出面 要求美國和加拿大放回華為太子女孟晚舟 TikTok在推動中共意識形態上的作用是最有效的 習近平的這個最高指示是自然而然 而且TikTok的算法是中共操縱人心的核心機密 同時也是核心證據 亡靈審判 江蘇法院被報 偽造簽名 虛假送達 中共的法官遵從中共意志 製造大量冤假錯案 各種奇葩作法令人匪夷所思 根據微博名為張患男YX網友透露 2014年12月 交通銀行無期分行 向一星市法院起訴張患男夫妻及一家擔保公司 要求償還1,600萬元的貸款及支付相應利息 2014年12月11日 宜興市法院受理此案 2015年3月12日 在被告張患男沒有倒停的情況下 法院做出一審缺席判決 宜興市法院的宋達回證單顯示 判決5天後 張患男簽收了法院宋達的民事判決書 但張患男說自己並未收到該案判決書 法院的宋達回證上是他人冒名簽收 因此張患男向宜興市檢察院申請監督 2017年4月12日 宜興市檢察院經司法鑑定 認定該宋達回證上民事判決書簽收欄內 張患男三字非本人所簽 也就是說該宋達是虛假的 簽收是偽造的 2018年9月 宜興市法院給張患男夫婦下達傳票 要求張患男夫婦到法院聽倒停宣判 但離譜的是 此時該案的審判長已過世3年 4月23日 微信公眾號Just Law發文評論說 張患男被通知去接受亡靈審判 張患男稱 他一直向上級部門反映宜興法院 亡法裁判的行為 但未得到處理 好戲就要開場 這次美國隊伍軍援 亮點太多了 日前 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援助烏克蘭的600億美元法案 作者老於隨便說分析 這次的法案中 授權拜登可直接從國防部倉庫提取80億美元的軍火 加上上一次立法中存留的39億 共119億美元可從歐洲或美國本土的倉庫中直接運到烏克蘭戰場 在這之前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國防部的官員和議員們已經多次表示 美國這批對烏克蘭的軍員 將從美軍在歐洲等地的倉庫中掉撥後直接運到烏克蘭 對烏克蘭來講 可以說是雪中送炭 美國這次援助烏克蘭的武器中 除了之前大家已經很熟悉的愛國者防空系統 標槍反坦克導彈 海馬斯火箭炮 M777自行火炮和M1坦克等之外 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美軍的陸軍戰術導彈 阿波羅網昨天報導 美國官方昨天承認 美國的陸軍戰術導彈在去年的時候就已經有少量來到了烏克蘭 但當時的射程是150公里的短程版本 據說烏軍幾次成功襲擊克里米亞的俄軍目標 用的就是這款導彈 而這次來到烏克蘭的將是這款導彈的加長版 射程達到至少300公里 這意味著克里米亞 黑海和整個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等地都將在這款導彈的射程之下 美軍陸軍戰術導彈的到來 不僅對改變烏克蘭戰爭的局勢有著具體的作用 而且還將對其他西方國家援助烏克蘭產生積極影響 除了軍事援助以外 美國已經在和烏克蘭談判 準備在烏克蘭設廠生產愛國者導彈系統 這也是以很多人沒有關注的特大新聞 在這次600億美元的軍援方案公布之後 其細節和以往相比 還有一個巨大的 也是本質上的變化 那就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不要求烏克蘭在戰場上把他們的武器僅僅局限於防守了 而且尺度更大 開始研究如何打擊俄國本土目標的事情了 好戲真的就快開始了 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進一個場地 女性格的主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直接進來 遇到警告 在這邊 集中有一點走進去 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